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欸 貝蓉 聽說主任昨天楊巔峰 主任呢? 對啊 楊巔峰? 不知道喔 他會咬東西嗎? 不知道耶 不過聽說楊巔峰是不能隨便亂咬 因為這樣也蠻危險的 只是說他平常人都好好的 他怎麼會突然這樣子 然後就突然就聽說就突然倒地 然後在那邊一直抽搐 唉唷 對啊 平常人看起來都好我們也都不知道 萬一哪一天他突然在辦公室裡面 這樣子突然倒地這樣子 我們要怎麼辦? 不是要給他咬東西? 不行啦 聽說那個是錯誤的 不能隨便讓他亂咬 不過聽說有送醫院的 現在染好像也沒事了 主任送醫院喔? 對啊 應該沒事 我們等一下要不要去看他一下 好喔 等一下我們有空的時候去看他一下 好喔 什麼是癲癇呢? 腦子不正常放電就是癲癇喔 好那在台灣喔 或是中文喔 有時候我們發出的聲音像癢 我們叫做癢癲癇 那在台語 講得越難聽喔 叫做疾無癲癇喔 那這樣子講實在不太好聽啦 我們腦子不這樣放電就是癲癇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疾病 不是生命的附身 也不是上天的懲罰 那腦子呢 其實我們腦子的 在腦子裡面 他有一些地方是關手 有些地方關腳 那如果關手的地方 在抽尋 他就手會抖 那如果關臉的地方呢 他在抽尋 他臉就會抖 所以那如果說全身都一起發作的話 他就會這樣抖起來 那在醫學上呢 我們看他發作的樣子 去做區分 那不同的發作的型態呢 有他適合的藥物 那所以如果說他有發作 我們希望旁邊人 仔細看他的發作的情形 那記錄下來 給醫生做參考 癲癇呢 有一些是先天造成的 有些是後天的 先天包括他在生長發育的時候 腦子有一些結構上面的異常 或者是他的細胞本身 會產生漏癲 那就會造成先天性的癲癇 那後天的部分呢 包括只要是腦子有受損過 就可以 可能造成後天的癲癇 那腦子怎樣會受損呢 包括我們的車禍 頭部外傷 腦出血 或是後天的中風 或是長的東西 產生腦炎 這些都會造成腦子的受損 那再來很重要一點 就是有一些人是喝酒造成 喝酒明明是可以避免的 但他長期這樣酗酒下來呢 我們的腦子是 浸在酒精裡面 那進酒了之後 我們的腦子就會受損 那就會產生癲癲 那這個喝酒的人 他除了常常喝酒造成癲癲 那酒精退了之後 也才容易癲癲 因為我們的腦神經呢 長期浸在酒精裡面 那造成那個他的神經 就被壓抑 那不喝酒的時候 神經過度活躍 就會產生癲癲 那在本身有癲癲體質的人呢 最好是能有足夠的睡眠 那因為睡眠不足 也很容易有發癲癲的發作 你看 好癲癲發作的時候呢 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旁邊有癲癲的發作呢 有時候旁邊的家屬都很緊張 那有些人一直掐他 甚至有些人塞東西到他嘴巴裡面去 那我們曾經有看過有家屬呢 把他的手塞進去給病人癢 結果家屬的傷呢 比病人還嚴重 那我們知道很多家屬呢 會擔心說 病人會不會這樣子發作的時候 去咬到自己的舌頭啦 那會不會咬舌自禁呢 會不會這樣咬的舌頭就死掉呢 其實是不會的 我們看到 其實咬的舌頭 那舌頭其實是 在上的泥盆好 其實封一封 還是可以修補的回來 再來的話 你塞東西到嘴巴裡面去 並沒有辦法避免他咬到舌頭 因為他在一開始發作的時候 會咬到就會咬到的 你這時候把嘴巴硬拌開 再放東西下去 反而有可能讓他更咬到 或是他的牙齒斷掉之類的 產生更大的問題 那我們在癲血發作的時候呢 你塞東西到裡面去 反而造成 我們最擔心的是造成他呼吸到阻塞 萬一他這個人如果沒有呼吸 沒辦法呼吸 那幾分鐘後 可能就會造成腦部的缺氧 才能更大的問題 所以萬一電線發作的時候呢 我們就讓他再舒舒服服的側躺 那嘴巴如果有東西 讓他自然的掉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不要塞任何東西 到他的嘴巴裡面去 那也不要一直掐他 我們掐他 並不會讓他更快的醒過來 那如果說病患安全了 那你再注意他的情況 做個紀錄 那回診的時候 讓醫生參考 這樣子就可以了 在電線的檢查的部分呢 我們通常會有兩個方向的檢查 一個是看腦子的結構有沒有什麼異常 第二個我們看他腦子的功能有沒有過度過遠 那腦子的結構有沒有異常呢 通常是做無電腦斷層 做核磁共振的檢查 那看看裡面有沒有長東西啦 或是有沒有一些 舊的中風之類 造成他的 隱藏的放電 那腦波的檢查呢 我們有分兩種 一種是 比較短時間的 就是門診或注意安排 那可能再做個半個小時的 腦波的檢查 看看他有沒有在發作 跟發作中間有沒有正常 有沒有不正常的漏電 那另外我們醫院比較特別 有一台是可以做24小時以上的 腦波的檢查 那這樣就可以做長時間的記錄 那同時會做錄影 那這時候病人如果說 有一些異常的動作呢 或者異常的肢體 比如說這樣抖抖抖 那到底是不是腦子不正常放電 我們同時錄到他抖的樣子 同時錄到他腦波 我們就可以確認他當時 這個抖是不自主的動作而已呢 還是點線的放電引起 所以我們這樣子做腦波 我們可以去了解放電的 應造的位置 那根據他的電線的型態 給最好的藥物的治療